那么经过这一次的这个瘟疫 师尊有一个感觉跟大家讲 就是我们人类 常常讲说我们现在是科学的时代 科学的成就非常的大 另外我们人类 这个除了科技以外的成就很大 医学的成就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那么也是工业时代 制作了很多的工业科技 那么在国防上面 也是都是第一流的 医学也非常的昌明 人类的文化也非常的高 那么社会呢 国家都非常的安定 那师尊从来没有想过 来了一个这个冠状病毒 新冠状病毒 这个科学 医学 工业 国防 社会 整个都大变动 那只不过是小小的一个病毒 那居然 让整个地球上 听到这个病毒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的脸都变色 那么师尊在这个 2019年的年底 那时候 有人请问 师尊给这个鼠年一个字 那我给的就是一 No.1 一 给了一个字 现在我只能够给这个鼠年一个字 这个字叫做一 什么是一啊 全部回归到一 我讲一言复始 万象更新 大家想一想 现在这个时候 是不是一言复始 本来已经发展到 快九十九分了 又回归到一 不是一言复始 现在这个社会 这个人类 不是万象更新吗 全部都变成 都变了 科学也变了 就算科学家 他也要陡在屋里面 所有的工业的专家 都陡在 都要陡起来 医学界 全部也要陡起来 那整个社会 整个形态 全部改变 所以我觉得人类 不要自以为 自己永远都是高高在上的 其实一个小小的病毒 就可以让所有的人 全部抖在自己的窝里面 变成无能为力 大家想一想 这个病毒的死亡力 还算低的 如果这个病毒的死亡力 达到百分之一百 那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可见 这个人类也没有多高明 小小让你看不见的 无形的病毒 就能够让人类整个 我不是讲说 人类被消灭掉 就已经全部窝在家里 所以我这个感觉 就是讲说 我们不能够小看细境 也不能够小看 那些小小的病毒 活了76岁 终于有一个感觉 原来人类是这么的渺小 比那些 那个看不见的病毒 还要渺小 我们不能够大摇大摆地 走在街上 不能够全体聚在一起 不能够跟同门 彼此之间 面对面 只是一个看不见的 非常小的病毒微生物 它就能够让你弄到天翻地覆 所以我自己觉得 人类很渺小 如果不能够修行的话 真的是妄惠一生